我們請政府就著今天的團體和代表和社會人士的意見再回應 王先生 多謝主席 首先很感謝社會人士提出的意見 首先和主席說我們會提出關注的意見 我們回去一天會再仔細 你了解之後我們會做一個消滅會議 我們會嘗試逐點去答法 預下時間或者我嘗試處理幾個是剛才提到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 但這些我們將來都會長盡地用書面交代 首先講到那個惡搞或者一次創作這個放題 我想先講一點背景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們做這個諮詢 就著這個版權條例的修訂 我們其實做了諮詢是好幾轉的 主要的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我們從開始的時候都意識到 我們在這條版權條例動手術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注意幾樣東西 當然我們是希望加強版權保護 但我們希望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都能夠維持網上自傳的自由流通 保障個人私隱 還有為推動香港發展 和區內的互聯網樞紐提供有利條件 有幾個很重要的大前提 因為我們其實開始的時候 我們也有注意到 也都是在早兩年 甚至三年裡面 我們都聽到很多的聲音 特別是在諮詢自由流通的方面 有很多聲音 很多人都很擔心 就說韓氏馬尾營等等 這也是為何我們在草議 這個草案的時候 亦都花了很多時間 我們確切是想給使用者 一個訊息就是我們 其實是沒有動動到一些 他們很擔心的認識界線 或者就著這個位置 容許我多說一些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我希望今天有機會再說一次 就是那個法例主要的一個改動 其實就是將那個 我們叫做一個資訊中立的一個做法 將來我們說這個在網上 或者是用電子方式 來這個媒體去看問題的時候 我們看那個所謂版權 是不是有侵權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不再問它是用什麼科技藍 為什麼用科技中立這個做法呢 我們之前也解釋過 或者我們也不在這裡浪費大量時間 我們是平衡過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必須的出路 我想再說一說 就是在這個新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如果有人是沒有這個版權 有人的同意 用任何的電子方式 將人家的一些版權作品 是向公眾傳播的話 本身它會有一個民主責任 這個是一個審權行為 是一個民主責任 大家很關心的就是 這個事情在什麼情況之下 會跌入營網呢 在這個法例裡面 我們也是用回今天的界線 今天的界線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這個審權行為 是為了貿易的 那麼這個就會跌入營網 另一種情況就是 如果你這個行為 是達到損害這個版權 或者因為權力的程度之下 這個都會跌入營網 我想強調這個門檻 其實是今天的法例裡面已經有了 亦都想強調這個門檻 同樣的這個門檻 在其他地方的法例我們都見得到 我們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其實並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 那麼舉例來說 我們在看過英國和澳洲的法例 他們都有同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如果你是傳播這些作品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個侵權的動作 而這個侵權達到損害版權 這個程度的話 這個都是一個會有一個刑責的 那麼我們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很小心看過我們確切相信 我們今天做的事情 是沒有動到那個刑責的界線 簡單來說 今天大家看到那些一些作為 無論它是不是惡假 或者是不是二次作作 若然它今天不跌入營網的話 將來它都不會跌入營網 那麼我們在早一兩輪的討論裡面 聽了一些網民的意見 都說他們也都有提到 他們就說 你現在今天的法例裡面 那個門檻 所謂達到損害版權有人權利 這個程度 這件事情 這個概念本身都已經相當含糊了 應該是有不妥妥的地方 那麼我們參考了 我們都有看回其他地方的一些法例 那麼似乎就沒有一個地方 是就著這個概念 是做一個在法律上面清晰的定義 那麼但是為了用者安心 那麼我們在今次這個修訂的法例裡面 都有嘗試就是在這個法例裡面 寫出了一些藍字的因素 我們這些藍字的因素 基本上都是基於一些我們看到的一些案例 特別是包括香港自己的一些案例 我們出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出來 那麼我們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或者無論是實用者也好 或者是其他人士也好 或者是執法的同事也好 可以清楚地盡可能理清這個概念 那麼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即是理解這個概念 那麼我想再也都借這個機會 其實再澄清一次 今天的法例裡面那個門檻 就是說為什麼要打擊那些 就是損害擁有人權力的程度 這個這個門檻 為什麼要在這裡呢 其實他當初放進去的原意 都是為了打擊那些 可能會對這個環境 構成很嚴重的經濟損害 或者是潛在的市場價值等等 這些因素 那麼我們會把這些都寫下去 寫存下去 那麼釐清那個概念 希望幫到大家去理解這個事情 那麼我想再重新說一次 就是我們在做整件事的時候 確切是希望可以讓那些網民安心 但是似乎今天我們也聽到 也有網民族還有很多憂慮 那麼我們會再嘗試看看 可不可以再把我們的訊息做得更好一些 我希望或者我們 因為我們都承諾了法律委員會 我們會盡可能把一些 我們以往見過的案例等等 盡可能寫清楚的 希望透過這些訊息 可以幫到大家 更加清楚理解那個情況 希望可以幫到他們 減低的憂慮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是 第二個問題就是 是否應該在那個法律裡面 引入一個很明確的一個 我們叫做 Exception 就是一個很清晰的 一個豁免 很清晰地為了惡假或者 作為其他做一個清晰的決免呢 那麼我猜大家提這個問題 背後那個擔心的地方 都是不希望那個法律 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之下 影響了我們的言論自由 那麼我們在這個事情上面 我們都有看過其他地方是怎樣做 也都有我們現在見得到的 比如英國這樣 英國它都曾經是嘗試過 在想過這個課題 就是說會不會為了 因應那個發展 特別是為這些 刺創作或者是惡假 是有一個很清晰的 我們叫做豁免 但是它現在都沒有 它研究了一段時間之後 現在都沒有做 我們不知道實際 它背後的情況是怎樣 但是如果從我們自己的角度看 就是我猜它們也有參考到 就是看了 就是基本上現在的一些案例 就是法庭是怎樣去處理 法例裡面已經有的一些豁免 我在這裡特別提的是 其實在我們的法例裡面 都有一些豁免 就是為了批評案 或者評論這些目的 已經有的豁免 就是法例的第39條 我們問過律師 律師在這件事情上面 有兩個看法 有兩種看法 一種就是這個條文 如果你用一個很狹窄的理解 就是那個豁免 只是適用於你批評那件作品本身 就是這樣 但是也有一些律師 就覺得你可以 因應到法庭的那些案例 你其實可以用一個 比較海闊天空一些 或者寬鬆一些的 一個方法去理解 而事實上我們從那些已經判了的案例 在香港在這方面沒有什麼案例 因為是沒有什麼高的 在香港不高的 那就是在外面 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已經有的案例 我們都看到 特別是那些 我們熟悉的一些普通法的司法公民區 那些法庭 基本上都是用一個後者 就是說用一個海闊天空一些 或者寬鬆一些的角度去看這個問題 舉例來講 他們會覺得 法庭就是這樣說 法庭是覺得 批評或者評論 不一定要局限於某一個作品 或者作品裡面的文學風格 或者它的優惠 不只是說那個作品本身的東西 亦都可以涉及批評某一個作品 它裡面演繹的一些理念 事件 主著一個指導 是一個很闊的靈略 我們很相信 現在這個 今天的批評評論的豁免 若然我們香港的法庭 都是好像其他普通法庭 這樣去演繹的話 其實它是提供很大的空間 已經是相當大的空間 我們都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今天就覺得那個平衡點 因為大家都說得很對的 基本上那個法例本身 其實怎樣保護好版權 我們都要兼顧其他的權利 一定是一個平衡 不可能是一個絕對的保護 我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 那個平衡點 我們又覺得是 沒有足夠理據 一定要改的 我剛才說了 我們其實在參考外國的做法 英國是我們其中的 因為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去看 他們前兩年曾經有個很詳盡的報告 我們都是在留意著 若果我們看到他們的做法 或者其他一些更加好的做法 既可以令網民安心 又可以達到我們保護版權的目的 那個做法 我們是願意看的 但確實我們今次在這個法例的收集中 他們沒有再提到這件事情 我還有解釋了一下 另外我想再提一提 因為也有一些論者提到 那個安全礦後面的實務守則等等 因為那個實務守則的執行 可能會影響到 比如說個人癡癮 或者是會不會令到那個 會有濫用等等 我想說就是這個實務守則的第一個草案 我們剛剛做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是 既發給我們指日到對這件事很關心的 包括互聯網的服務上 還有有些曾經向我們表達的意見 想看到這個實務守則的 以及給互聯網的意見 我們已經發給互聯網 我們稍後也會把整個文件 放在我們的網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們歡迎大家給互聯網 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 讓用者 特別是用者 都給互聯網的意見 我們如果他們 我在這裡做一個保證 就是如果我們看到那個做法 是會牽涉到那些所謂影響的 國人私隱那些 我們一定會把那個 守則寫好 去做妥當這方面 我們也都將那個 我們那個守則的初稿 也都給我們剛剛 也會送去私隱住院公署 幫我們看 我們也會考慮他們的意見 確保 那個將來我們 真的在行這個實務守則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 我們不敢低估那個 開始的時候 可能都會有一些執行上面 或者操作上面的問題 我們不敢低估那些問題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 在最少條文那裡 我們可以寫好它 就盡可能把那些 可能出現的一些 我們叫做濫用 就是減到最低 那或者我在這裡停一停 或者我不知道 或者現在有沒有其他問題 或者我再一次承諾 就是剛才 大家表達了我的意見 我們會用書面的方法 向法院委員會 盡可能續點去做一個會議 好 謝謝